日本人在家门口都有一个名牌 日本人一向重视隐私 连个半身风的都害怕泄露信息 怎么会再将房屋的主人的信息 挂在如此明显的地方呢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 欢迎点击屏幕上有用按钮支持我一下 日本的名牌有个专门的词语 日语称为表扎 日文读作 具体含义也是十分好的理解 但从中文角度就能 剑端里扎 古代书写用的小木票 至于表 则是表面 一户人家的门面 表扎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和中国古代的达官显规一样 会在自家的门上挂上抚名 它在很久以前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是一种荣耀和精神存在 在江户时代传到了日本后 江户时代江户城的人口达到百万级 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足以保证平民们不会认错人 也不会造成困扰 起初和中国一样 日本表扎起初是流于上流社会中的 或者仅像于身份地位特殊的武士 僧侣使用 普通平民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 日本人是称其为五号 日文叫 表扎的最早形式由此而来 当时日本普通平民百姓连姓士都没有更别提挂什么表扎了 自称姓士是武家的权利 而部分丁民或商人只有捐款给各方的大名 才能够获得姓士 187年日本开始转变近代邮政建设 开始按地址和姓名投递 1872年又颁布了户籍法 让普通百姓也有了姓名 于是名牌逐渐流行开来 成为居住户主身份的证明 大政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铁路公路和交通建设 进一步完善日本的邮政走向的成熟 与此同时 对金种投递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为了作为区分 日本人开始自家门旁挂上自己的姓士 表达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中的进一步务实的作用 经过了百余年的历史 渐渐的表达成为日本社会中必不可缺少的存在 直至今日 像体验通知各种生活缴费 通知单银行站单保险业务等新联合卡 我们都很多在网上能处理的事情 日本人还是使用邮寄的方式 此外表达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 日本大公司常以创始人的姓氏命名 来表示出自己家族的地位 这一点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都是如此 就像我们知道越有钱的人越会注重发展的运道 而表达就是日本人重视的一种体现 日本人认为医护人家的好运有70%左右是由名牌的材料决定 能带来好运的材料有两种木材和不锈钢 树 桂木象征着青春和春天有升级勃勃的活力 而不锈钢则是极强动耐用性内部结构稳定的材料 颜色字体材质朝向等也决定了自家的风水和好坏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还是挺迷信的 日本有一个奇怪的风俗为了祈祷考树成功 会在表达旁边挂一个猴子面具 其意欲示猴子不会从树上掉下来 而对于考试必定是信手年来 日本有一个都市传说 如果一个人偷了世家的表达就能够通过考试 如果通过了考试这个人作为报答 要把一封信和一封感谢的礼物一起送到主人家的门口 不过名牌在日本随着时间的流逝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文化